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昨天看一篇文章說野村證券, 預計大陸已去到明年3月, 才有機會慢慢放寬防疫政策, 甚至過程很漫長。 現在又有另一間投行出來放風, 那這間是哪間呢? 那就是大摩,我們一齊看看報道說什麼。 它說到中國的出口增長現在有點疲遠, 房地產行業亦處於一個嚴重低迷狀態, 新房銷售連續14個月做收縮, 是創了1990年以來最長的收縮。 以上這些都可能意味著中國剩餘的經濟需求 是要靠消費力去做一個支撐。 摩根史丹尼最新的報告指出, 中國的新冠防疫政策會略為做出轉變, 預計政策制定者會在未來幾個月採取一個預備措施, 去保證明年春節可以全面開放疫情限制。 同時大摩亦表示相關的準備措施, 包括重新開展疫苗接種活動, 重新令到市民大眾對新冠病毒有一個新的看法, 和確保有一個充足的醫療供應。 大摩同時都講道, 中國的決策層將會開放防疫限制, 原因是考慮到現在這麼嚴格的防疫措施, 已經令到收縱的增長明顯放緩, 就有青年失業率急速上升, 這結果與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標不吻合, 而更多貨幣或財政政策會刺激到他們, 但這些貨幣或財政政策現在已經不明顯或作用性不高, 而決策者在關鍵策略之一, 就在於如何調整疫情的貨幣策略, 亦通過重新開放肅肉消費和服務行業, 是令到現在的經濟有機會可以做一個復甦。 而他們這家投行認為, 中國的防疫政策最終都是要開放的, 它預期中國的經濟復甦將會由明年的第二季開始加強, 它今年的第三季去到明年的第一季, 預計經濟增長仍然會低於3%左右。 如果中國由明年春季開始重新開放, 估計下半年的GDP增長率是可以提升到5.5%。 即是說,現在的關鍵就是看緊你幾時放寬疫情的政策, 你一放寬的話, GDP增長就可以即時飆到5.5%。 好了,不知你怎樣看, 不同的投行亦都有不同的看法, 有些認為在春節即是新年附近會放寬, 有些認為要去到第二季才放寬, 那你怎樣看呢? 下面留言,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 。